民进党28号发出声明宣称 透过对228的追思纪念 省思极权政治带给人民的不幸 并警惕自己珍惜台湾得来不易的所谓自由民主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在脸书上表示 面对历史伤口 真相 抚慰 和解是唯一的路 台湾追求的所谓转型正义 不应该是对台湾社会任何一群人的标签倾角 是要追求各个族群价值立场间的和解共存 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则是选在2月28号这一天 再度挑战一日之内从台北骑行到高雄 台北市政府表示 这次除了推广自行车运动 更要以新的方式 以汗水代替泪水纪念228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据台所谓错转会统计 扣除大西两讲文化园区 岛内公共空间所谓威权象征共1542处 以完成处置与同意处置者360处 占原统计23% 其中台退府会66处只处理一处 台教育部门155处已处置5处 台防务部门260处全部未处理 有关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转型 台所谓错转会 日前则抛出取消一对在纪念堂大堂 向蒋介石的致敬仪式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此前曾一针见鞋指出 今天的去讲更进一步的说 就是所谓去中国化工作的核心部分 去讲话本质上是去中国化